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政部的就识措施及时 银行危机本周对市场的影响 已经逐渐缩小 美股本周震荡收高 主要股指都上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到指本周上涨1.18% 标普白指数涨了1.3% 纳指也涨了1.66% 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 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中一美股震荡收高 在瑞士政府主导瑞银 强制收购瑞信 以阻止银行业危机蔓延之后 周一开盘主要股指是涨跌不一的 而央行决策者 基于提振市场的信息 因此美联储和其他五家央行 也宣布采取协调行动 透过美元互换安排提高流动性 以缓解全球金融体系的压力 这些消息都使得股指收高 收盘时股指都收在高点 到指上涨了382点 纳指上涨了45点 周二美股是开高走高 由于财长叶伦表示 政府准备救助受困银行 这番谈话推动了银行股 也普遍上涨 而市场对于银行业危机 蔓延的担忧放缓 银行股持续反弹 第一共和银行周二是涨了近30% 到指收盘时涨超过300点 标普败指数涨了超过1% 纳指也上涨超过1.5% 不过来到周三 美股就开高走低转为下跌的走势了 叶伦在周三表示 无意扩大银行存款保险范围的言论 又令区域性银行股价陷入了震荡 美联储在周三又如预期的升级一码 并维持年底利率预测不变 起初美股是走高的 但是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后来发表言论 交习今年可能降习的这番谈话之后 美股又回吐了稍早的涨幅 主要股指中场是大幅的收低 道指中场是跌了超过530点 标普派指数跟纳指收盘都跌了超过1.6% 不过来到周四 美股又出现反弹了 由于美联储释出声息 可能接近尾声的讯号 周四美股走势转强 尝试着要收复前一天的部分跌幅 跌进尾盘的时候 叶伦又出来改口来安抚市场 他强调财政部已经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 来确保人民存款的安全 科技股出现了逢低的买盘 主要股指全数收高 周四道指那是涨了75点 纳指则是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来到周五 美股开低走高 由于德意志银行也传出了 这个信用违约互换 就是CDS 因为不明原因飙升 结果导致德盈在德国股市的股价暴跌 再度引发投资人对于银行业的疑虑 美股开盘是下跌的 不过在盘中我们看到股指跌幅缩小 收盘时主要股指又转涨 这也显示了投资人对于美国银行系统的信心 收盘时倒只是收涨132点 最后收报在32237点 第二普百指数涨22点 收报在3970点 纳指则是涨了36点 最后收报在11823点 至于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由于近期银行倒闭事件 导致利率下降 房贷的需求是已经连续三周上升增加 另外电玩的游戏零售商 GameStop公布了第四季度的财报 结果出现了两年来 首次的实现季度获利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根据抵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经季节调整后指数 上周房贷申请总量较前一周增加3% 符合资格的30年期 固定利率房贷平均合约利率 从6.71%降至6.48% 自备20%投款的贷款点数 从0.79%降到0.66% 这是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 但仍远高于一年前同周的约4.5%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 副首席经济学家坎恩表示 由于银行业体质状况不确定 加上对经济更广泛影响的担忧 上周国债收益率下降 然而由于房贷抵押证券市场波动加剧 房贷利率不像国债利率的降幅如此大 本周房屋贷款在融资申请增加了5% 但较一年前的同周减少68% 购物房贷申请较前周增加2% 较一年前同期减少36% 如今购物足较少受到每周利率波动影响 比较会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 银行压力、高房价和代售房屋供应紧张 都影响到消费者信心 财长耶伦周二在向美国银行家协会的致辞中表示 以采取适当行动来遏制银行业的流动性问题 但如果需要 他们将采取更多行动 他说 我们采取的措施并不侧重于帮助特定银行或银行类别 我们的干预对于保护更全面的美国银行体系是必要的 如果规模较小的机构遭受存款挤兑并带来蔓延风险 则可能需要采取类似行动 自三月以来 几家银行先后倒闭 其中最著名的是西股银行和Signature Bank 客户担心银行持有长期债券风险导致的流动性问题 可能导致同类银行无法满足存款要求 作为回应 财政部Fed和联邦存保机构 发起一项称为银行定期融资计划 以全额面值的安全证券提供一年期贷款 而另一项则扩大了美联储的贴线窗口 叶伦说局势正在稳定 美国银行体系依然稳健 Fed的便利和贴线窗口贷款 正在按预期为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 地区性银行的存款流出总量已经稳定下来 GameStop去年第四季营收年减1.2%至22.3亿美元 但优于预期的21.8亿 净利报4820万美元 为两年来首次盈利 公司执行长弗龙表示 如今公司业务比2021年初健康许多 有办法实现全年获利 不过该公司并没有提供今年全年猜测 GameStop营收下降 大部分的获利是来自于积极的消解成本 包括关闭门店和裁员 GameStop一直努力恢复获利 第四季销售一般和行政费用为4.53亿美元 占营收的20.4% 较去年同期的5.38亿美元 或23.9%的营收占比下滑 弗龙在投资人电话会议上表示 公司今年将进一步消减超额成本 包括在已经退出的欧洲市场 也会开始退出一些国家 他说GameStop也考虑进入玩具等利润率更高的类别 GameStop先前靠着民营股短期动能上涨 但此动能现已趋于平稳 而该公司现已靠清理库存水平和重组成本结构 在调整业务规模方面有所进展 Foodlocker表示 未来几年将关闭一共400家表现不佳的店面 重新推出其零售品牌 开发新的店铺创意 Foodlocker表示 今年将关闭125家表现不佳的门店 尽管销售疲软 但Foodlocker的非Nike品牌商品的销售额增长了中间个位数 而Nike的销售额略有下降 尽管如此 根据公司首席营销官Chris Sentra的说法 Nike仍将是该公司的顶级品牌合作伙伴 占其组合的55%至60% LaceUp是Foodlocker的新店概念和营销计划 将针对特定的鞋类购买者 例如运动鞋鉴赏家 时尚前卫的表现主义者 运动员 将质量和舒适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 公司总裁Brenker表示 美国增长最快的客户群体 正在迅速增加他们的购买力 因此针对这些群体进行业务定位至关重要 希望提供更吸引人的体验和更广泛的产品系列 以及在购物中心以外开设更多门店 既锁定年长的忠诚消费者 也吸引年轻的新顾客 亚马逊周一表示 将在裁员9000人 共计裁员27000人 主要影响范围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 广告和串流媒体部门 使该公司成为最新一家 宣布第二轮裁员的美国科技追投 执行长贾希 周一在给员工的备忘录 公布此裁员消息 他表示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不确定经济环境 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存在的不确定性 我们选择更加精简成本和员工认数 贾希表示 公司的目标是让那些面临裁员的团队 在4月中下旬之前 确定要裁掉哪些职位 贾希还说 今年的年度计划 首要原则是精简 同时继续大力投资 关键的长期客户体验 在达到优效改善客户生活的同时 也能提升亚马逊营运 并且表示 过去几年内 亚马逊的大多数业务都有显著成长 美联储在3月利息会议上 没有意外的宣布升息25个基点 这显示在银行危机 还有通膨问题之下 美联储还是选择抗通膨危咒 也可解读为 美联储认为 美国的银行并没有系统性的问题 因此还是持续的升息 不过有不少分析师认为 美联储就是这波金融问题的始作俑者 8个月内激进升息 才会形成银行风险 前美联储的副总裁布兰纳德也提醒 他认为美联储应该这次要暂停升息 观望一下 看看金融情况是否稳定 再决定接下来怎么走 不过投资人都认为 接下来这一两个月会是一个观察重点期 如果银行业没有在陆续暴雷的话 那么美联储就可能 今年再升息25个基点之后 就会停止升息 并且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 一直到年底 究竟美联储目前的处境如何 美国的金融业又面临了多少的不确定性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美联储在连续多次积极升息之后 美国通胀仍然顽固 没想到又遭遇SVV等部分银行倒闭所带来的银行危机 让原本一步明朗的金融前景变得更加复杂 增添美联储本次利率决策的难度 在面临多重变数交杂的压力与困境下 联储局最终决定 三月份再升息25个基点 至4.75%到5%区间 用行动显示 美联储认为美国银行体系仍然健全有韧性 对于本次联邦公开市场会议后声明 华尔街普遍认为用词明显变得温和 可说是确认了央行升息循环已经在最后一里路上 更暗示有可能再升一码25基点之后 就会停止升息动作 美联储在本次声明中删除了过去8次声明 一再使用的 委员预计持续加息事宜表述 改为预计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 可能是适当的 这一措辞改变被解读为加息周期接近尾声 对于市场无疑是相当正面的讯号 最近半个月金融圈局势动荡 三家地区性银行先后被迫倒闭后 历史悠久的瑞士信贷集团被迫与竞争对手瑞银集团合并 引发了担忧情绪扩大 有部分分析师见指美联储 认为美联储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 分析师批评 美联储在八个月内将利率快速激进的从零提高到4.75% 很可能还会再到5% 这是不负责任也没有必要的 担忧银行业接下来将承受非常大的后果 恐怕还会有更多银行倒闭或是被兼并 原委美联储副主席 县委普林斯顿教授的布兰纳德也表示 他认为美联储持续升息是犯了个小错误 他强调 我同意美联储在会后声明所说的静缩政策 对银行业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因此他认为联储局现在应该暂停升息 观察一下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布国银行也在美联储宣布升息25基点后 将金融不稳定列为未来三个月最大的经济风险 而不是通膨 富国银行分析师表示 联准会并没有真正充分相信 收紧信贷意味着经济会以相当快的方式走弱 估计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弄清楚信贷状况 分析师表示现在很难说 美联储紧缩的力道是否足够或是太多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股市还是债市走势皆如此反复 人们正在试图消化这一点 接下来一个月是重要的观察期 如果金融业能够成功避免再次危机 富国预计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将利率维持高位 甚至今年还会再升息一马 因为如同鲍威尔所说的 美国的通膨仍然过高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电话专访海投全球首席 主席主席官王金龙 请他来分析一下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以及他的掏盆建议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观看